为了响应中央向海致敬的政策 华联县政府最近修正规定开放了北起和平溪 南道七星潭海岸绷井特定区的海岸线 分为三个区段开放水域活动 有助推展海上的有期活动 同时还可以提升所在地新城乡的观光产业发展 地方一致相当看好未来的海洋休闲产业 好乡好使的华联是观光客的第一印象 在市华联海岸线缅长124公里 以往却不能够任意从事相关的水上休闲活动 原因是华联县政府在民国106年6月份公告 七星潭海岸风景特定区范围 禁止从事任何水上有期活动 这让许多人感到很可惜 2020年的7月份的时候 我们海洋委员会的主委李仲伟先生 以及海巡署都下来我们华联县政府观光处 一同来开会来检讨这个开放海域的事情 会中因为国险也特别的来要求 就是三战西以北 立屋西以南的部分 因为无定制一场作业 不影响到我们新城乡亲 这些渔民的渔捞作业 原则之下 是不是来先行开放三战西以北 以及立屋西以南这个海域 这个海上观光游戏这个部分 不过中央109年公布推出 向海致敬政策 鼓励人民支海 近海 近海 为此华联县政府特别做了修正 颁定新的水域修气游戏规定 华联县的水域 由于以前的公告 限制了整个海域的发展 因为现在我们主要是因应中央的 这个向海致敬的政策 清水政策 基本上现在就是在3月11号的时候 要做一个水域游戏的调查结果的公告 然后顺便也把这个整个海岸区域 划分为三个部分 主要就是非动力区 动力区 潜水区 县府公告的三个修气水域主要是 崇德区 三战区 七星潭区等三段 并将非动力 动力 潜水活动分开 其中C段 七星潭只开放潜水 这次制定的规范虽然有明定范围 但是玩家和渔民看法是两极 不过新城乡长合力台 相当看好海洋油气产业发展 花林县可以说是海洋县最长的一个县市 在大自然的支援 这次开放之后 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海上意乐的场所 这个地方海岸非常的美丽 大海的一个景观非常非常的亮丽 所以希望大家到这个地方 一起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 开放七星潭这个领域 作为意乐的这个活动 其实花林县县委努力了非常久 个人在担任议演的时候 到今天担任新城乡的厢长 这是得到这个消息 我特别要感谢习政委县长 像是有魄力 以及我们农业处的相关移业客的同仁 对于法律上的一个琢磨 让这次能够开放 这是花林人之福 也是台湾人之福 水域开放相关规定会在四月份公告 县府强调 从事相关的油气活动 如果涉及盈利 第一 业者必须有共商登记 第二 要帮游客投保一定额度的意外险 第三 要有相关的救难计划 如果有不足的部分会采浮动式修正 而新城当地民众对于海上油气活动 带来的观光效益发展相当期待 大华林新闻总和报道